欢迎收看今天明天下在川普2.0的待望之下 包括美国股市是频频创高 而比特币也来到了8.1万美元的一个大关 现在川普其实他在当选之后 受访的时候有说 包括边境跟移民的问题是他优先要处理的 如果接下来真的大规模去驱赶非法移民的话 会不会导致美国通膨再起 甚至影响到美国联准会接下来的降息步调呢 还有台积电公布的最新的营收表现 其实非常的亮眼 是再度创高了 而且几乎是一天就进账了百亿之多 不过在股价今天却是预振乏力 那么最主要是因为 收到了美国商务部的这个通知 表示从今天开始 包括7奈米已经更高阶 更先进的这个制程的晶片 是禁止在出口到中国大陆了 不过呢 现在传出这个台积电的COAS 在封装测试这一块呢 其实还是比较供不应求的 接下来有可能涨价两成的一个幅度 有哪些相关的供应链可以受贿呢 而另外美国呢 现在也点名了 包括细光子呢 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国安 所以呢 针对在中国大陆的这一块呢 现在也要来进行调查 那么在台湾的光通讯财厂呢 有没有机会又因此迎来转单的一个效应呢 另外中国大陆现在要刺激经济哦 推出了高达十兆人民币要化解地方债 不过呢 这个救市呢 却没有带动包括港股跟陆股的一个表现 而且经济学人也认为说呢 接下来川普呢 跟中国摊牌已经算是迫在眉睫了 北京恐怕会陷入四低危机 所以这个高达十兆人民币的救市计划 恐怕是还不够的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财经专家游廷浩 大家晚安 资深分析师陈威良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纪伟明 大家好 前经经理人温建勋 大家好 好 在川普呢 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呢 可以看到美股在创高 包括比特币呢 也标出了新天价 现在呢 也有分析师认为说在接下来美股 还会再涨两个月 要请到挺好 这明明在拜登呢 当这个美国总统的时候 美股表现也不错啊 为什么大家都是不买单呢 那没错 基本上如果我们细看 从今年以来 其实国际政治啊 有非常多的大选 或者国会改选都在进行当中 但是各大资产价格 在各地啊 创下历史新高的同时 并没有反映在对于选情 或者对于执政党的支持啊 事实上如果我们细看 标普白指数 居然在川普总统的当选底下 已经今年第五十次 创下历史新高了 今年到现在涨幅是二十五点七percent 在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当中 排名第十一名 虽然没有排名到前三 可是过去一百年 能够排前十一名 我认为也算是不错了吧 所以今年从年初到现在 从资产价格的行情 照来讲 拜登也不算是分数很差吧 可是他一样丢掉了政权 事实上我们根据当前 标普白指数 接近六千点的关卡 他是高到什么地步呢 首先从涨幅而言 他算是在排名前十分之一 PR九十以上 第二呢 是现在没有任何一家的 投行目标价 是跟现在的点位一模一样的 我们如果是从 美国华尔街投行 平均目标价 现在是四千八百点 距离现在的六千点 接近有两成左右的上涨距离 这换句话说 现在的涨幅是远远超乎市场意外的 那同时间呢 比特币由于受到共和广 相关监管政策的松绑底下 现在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挑战八万块了 所以我们看到 资产价格 尤其是风险资产的创高 照理来讲 市场给予整个经济政策的评价 应该是蛮不错的 要不然你的股市 股市是经济的屠窗 可是我们看到 全球各地都开始陆续丢掉了政权 我们举例来说 不只是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我们看到在六月份的 印度的总统大选 投了很久 因为要投很多九亿人 地表最大的选举 对 印度人民榜虽然获胜 可是莫迪已经开始趋于绝对少数了 换句话说 他是跟其他小党来联盟起来 才能够执政 所以他好不容易做到了第三任 但老实说也算是跛脚选举 跛脚政治 那第二个观察的重点 是属于韩国议院的选举 韩国这一次执政党 国民力量 仅仅只拿下一百零八席 反而是在野党的共同民主党 拿下了一百七十五席 所以老实说也算是跛脚政权 那日本更是如此 日本今天我们看到是破茂总辞 那事实上他也隐含着 在众议院 自民党已经长期执政的情况底下 居然他也算是丢掉了律法权 现在在野党目前两百三十八席 也比执政党两百一十五席来得高 那说明什么事情 你仔细看韩股 仔细看印度股市 过去几年不断的吸纳中国资金 日本股市 过去两年资产价格不算差吧 不断的创高 也是在创高 可是陆续都丢掉了政权 他一个最为直接感受的程度 就是资产价格的创高 跟选票完全不成正比 为什么 因为人民感受的是他的购买力的放大 我们看到资产价格的创高 台湾的房贷负担率创高 你会因此而感受到生活水准提升吗 并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持有资产 所以常常我们讲 这个每一次股灾 都是财富重分配 很抱歉 都是同一批人一直买 没有钱的人 他一直无法参加这个重分配 所以我们看到真实的情况是 美国现在 前百分之二十的所得的这些人 所有持有的资产 不断在提升当中 反而是中位数的百分之二十 以及最后的百分之二十 占全球的总资产 不断在下滑当中 说明着这几年 你说经济表现好不好 GDP是GDP 每年年化是二点六 美国标普排指数 年化是十五percent 非常惊人的速度上涨 但很抱歉 选民的感受度不佳 所以最终造成了 明明较出量力经济成绩 搅出量力股市成绩的 这些执政党 最后都陆续丢掉了政权 好 再请教婷 其实川普他在当选之后 他受访的时候也说 其实边境跟移民的问题 是他优先要处理的 如果接下来川普 他执意要大规模的 去驱赶这些非法移民的话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 让美国通膨再起 甚至影响到美国 领准会接下来的一个降息步调 市场对于通膨的预期 主要围到两点 第一点是由关税战 所引起的输入性通膨 你敢克中国百分之六十 你以为所有货物 都可以绕过中国吗 一样会有中间残留到中国 你可能被迫克局以后 反映到你的终端市场 反映到美国的消费水准 那第二个担心的 是大规模的 非法移民的驱逐行动 他可能会引起 内部薪资的显著带动 因为瞬间就缺工了 那川普他的执政 你要想想看 川普为什么可以重新的 获任美国第47任总统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过去两年 资产价格的创高 完全没有反映在市场 对于拜登政府的评价身上 但是通膨的创高 购买力的侵蚀是很明显的 所以川普他会这么蠢 决定要刚开始 就要刺激通膨吗 那应该的理由不是这样子 所有的目的 他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扩大民间的购买力 我们看到在过去四年当中 美国各类商品的物价走势 不管是我们看到 气质价格 肌肉价格 蛋价 涨幅都是三成到四成起掉 如此高的涨幅 它只有两种方式 能够扩大民间的购买力 第一个扩大民间的购买力 把你的薪资调升 薪水调升了 薪水调升虽然会有通膨 可是它先确保你 可以买得起更多的东西 那要如何快速的 调升你的薪资呢 基本上你不太可能 藉由劳资关系或者法律 直接来制定最低薪资 因为美国最低薪资 其实很低 大概只有7美元而已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让劳动力市场紧急需缺 就要让大家都在缺工 那用什么样的外力干预 可以让大家缺工 进行大规模非法移民的驱除 现在预估在全美 一共一千一百万名非法移民 预估在未来六到十二个月 会被川普给驱逐出境 真的有办法做到吗 因为其实这人数真的很多 川普时期 其实在17年到20年 过去四年当中 曾经驱除了三百万个非法移民 所以每年一百万 至少可以成功 你说一年要一天一百万 那一定有点难度 没有那么大的执法能力 可是陆续的进行非法移民的驱除 它会导致什么 尤其是底层劳动力相当缺工 那最后 如果美国本地不进行做怎么办 调涨薪资 所以第一件事情 就是借由大规模的供给减少 造成薪资上涨 那你说薪资上涨以后 那不会形成通膨问题吗 说实在的 我们过去所担忧的通膨问题 从来都不是你薪资上涨的问题 而是担忧中东战事 担忧乌俄冲突 所引起的这种原物料型的通膨 所以他第二件事情 一方面先提高你的薪资 另外一方面 要尽可能的去压低原物料价格 那要怎么压低呢 很快的 川普在上任一月二十号的第一天 很快就会签署一项行政命令 就是放松所有 用页岩油的相关精管措施 那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过去四年 民主党对于页岩油商 相对来看是比较保守一点 不太愿意让他进行大规模开采 那川普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瞬间把美国的页岩油的钻井 大幅超越2020年的表现 像油价就会跌 大幅下跌 那油价的下跌 原物料价格的下跌 最终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那就是原物料价格下跌 可是你的工资提升 购买力就可以因此而增加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效果底下 大家最为人诟病的就是 那川普政府 为什么敢这么大胆的 采取这样的措施呢 因为川普一直认为 美国在全球自然资源 是非常多的 但是在过去四年 由于左派抬头 有非常多的资源开采 无法正式的实施 像是在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全球自然资源 价值的排行榜 第一名很明显是俄罗斯 附地广大 大概75兆 美国就排名第二了 但是美国的开采 一直都非常少 所以借由大规模的开采 加上工资水准的大幅提升 基本上就能够让美国 购买力瞬间放大 那有些人说 可是关税战的阴霾 还是会存在 虽然你尝试的去压原物料 尝试的拉工资 可是关税所引起的最终转嫁 可能你还是要致时齐果 事实上我们回顾 17年到20年的经验 你也感觉那一次的贸易战 其实也打得相当精彩 中国也采取了报复性关税 就是川普在他上一次的任期的时候 对 可是当时好像似乎 并没有引起停滞性通膨 我们讲停滞性通膨 都是22年23年 户惑战事 中东问题所造成的影响 所以到底关税对于通膨 有没有影响 有 可是根据实证结果 现在预估来看 当时的影响是0.26%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川普设定关税战的目的是什么 他要强迫你来设厂 强迫你来设厂 可以增加GDP 但是呢 摄取关税战 它会引起通膨的上行 一个是利多 一个是利空 所有的政策 都是正反面都有 都是两面认 只要对于GDP的带动 能够比GDP 能够比通膨对于经济的伤害 还要来得大 那基本上 他一样是一个好的政策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 政策是两面认 他的目的 当然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但只要正面作用 大于负面作用 他一样会照样实施下去 所以在种种效果底下 我们最终就可以看到了 通膨在川普的干预底下 有没有可能上升 有可能 但我们预估的是 更好的经济扩张 那最后呢 什么处理通膨的问题 通膨会被到失控呢 就算通膨比市场预期 超过一点点 我相信也不会失控 为什么 因为还有联准会 去制衡着川普呢 很多人都觉得 可是川普难道不会 稍微干预一下联准会吗 对啊 这个包尔的位置坐得稳 对啊 可是过去包尔已经提到了 他已经讲 我至少坐到二零二六年 这是法律所允许的 那事实上 这些票尾们 基本上都是在二六年 才有可能会倒戒更起 就更换他们的任期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如果仔细观察 基本上在FOMC的委员当中 最快最快 大概是二零二六年 五月起满 包尔才会优先离开 再来七月九月 才会陆续离开 说明什么事情 现在我们要讲说 川普对于联准会的干预 差不多都是到二六年 上半年才会形成重大影响 那这些票尾 某种程度在二五年 还是会保持持续的独立性 所以你真的对于关税战 所引起的通膨过猛的话 那联准会肯定会采取一些 校正回归 什么意思 那我就延后降息了 所以川普也会顾忌 联准会的态度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联准会其实在本轮循环 他至少还保持着 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那我们也不要对于川普 好像所采取的政治动作 好像都是以负面看待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他的方法 他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 引起美国的制造业回流 让你的购买力增强 好 刚刚提案到我们看到了 虽然大家都担心 美国接下来川普如果回国的话 会不会大幅度的去驱赶 大规模驱赶这些非法移民 导致工资的上扬 也造成通膨在一起 但事实上也有可能 在整个国际流价下跌 情况之下 美国联准会就算放缓 降息的步调 但是降息的趋势 依旧是不变的 我们来看到在股市的部分 我们要请教伟良 今天开低走低 那么当然最主要是 在台积电的部分 今天表现是比较疲软 台积电在上个礼拜 他们公布的最新的 这个营收表现 其实是相当的亮眼的 但在今天最主要的 这个利空来自于 美国商务部 他们说从今天开始 这个7奈米包括 更先进的这个制程 不可以再出口 到中国大陆 我们在上个礼拜五 节目当中也有聊到 这个影响会越来越大吗 好我们先从台股的 展望部分来看起 那因为接近年底 陆续会有一些 内外支机构法人 提出最新的展望 那这里分享一下 瑞银证券认为明年 其实台股有机会 来挑战25420点 那基本上 其实如果按照 现在台股的整个 不管资金面 或基本面条件来讲话 当然大家都相信 这个高点应该 会比现在位置高 而且突破历史新高 应该不会太困难 但是以瑞银的主轴来讲话 他看好的产业是认为 AI的投资 将会延续到 2025年上半年 所以现在算是 AI的第一个阶段 因为其实云端大厂 持续的去加大资本支出的力道 川普的正式上任 也是落在明年初 所以明年之后 可能会有一个 新的变局产生 所以年底这段时间 当然比较能够去指望 台股能不能先顺利的 去突破24416新高 所以最近的台股 走势是比较相对压抑一点 我觉得大概呈现一个 区间来回震荡 明明美股的 包括道琼 S&P跟纳斯达克 三大指数都创历史新高 台股过去几年 其实跟台股台股跟美股的 涨相是最为相似的 可是这一次稍微有点 在短信上面脱钩 我觉得关键原因就是因为 台积电受到压抑 没有办法创高 所以大盘指数就没创高 那近期台积电的营收 非常好 那个10月营收 让它的单月 首度超过了3000亿元的关卡 跨入了新里程碑 但是外媒的报导部分 就提出一个检视的观察点 因为年增率的部分 10月是来到29.21% 乍看之下 大家也觉得很好 二位数的高成长将近三成 可是如果我们往前一看 其实7月份的年增率更高 44.67% 那就算了上一个月 9月份也有39.6% 所以如果从画面当中 这条线代表就是台积电 单月营收的年增率 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到 它开始出现一些放缓的迹象 虽然YY还是成长 但是成长的幅度 已经大不如前了 对 当然大家不要以为说 这是不是因为所谓的淡忘季 不是 因为我们看了就是年增率了 年增率都是旺季比旺季 淡季比淡季 所以它没有淡忘季的问题 那只能说就是因为这是超级机优胜 所以大家对它的期望会非常非常高 所以稍微只要没有达到市场的 满分的预期的时候 股价就会有一些压力 但更重要的是在上周五的时候 我们已经先帮大家追踪到 美国商务部最新的 这个半导体晶片的禁令 那针对台积电7奈米以下的 先进制程的部分 就全面性的要求 不能出货给中国了 那这个部分 当然台积电也是遵循这样的一个政策 所以现在开始去做落实 那整个7奈米的部分 其实占台积电营收比重 大约是69% 因为现在台积电 绝对就是专注圣根在先进制程 那联电也只想 就是守住它原本的 成熟制程的那一块原地 它也不想在持续的花大钱 做资本支出 可是要注意的就是 中国的中芯国际 其实慢慢的在成熟制程部分 如果能够让它吸收到养分 喝到奶水 逐渐的长大之后 虽然说现在在制程技术上面 它不是台场的对手 可是未来如果靠着成熟制程 让它有足够的现金流 甚至赚了更多的钱之后 它可能也有资格 接下来投入到先进制程 那这所谓的如果没有 静优也会有远率 所以将来我觉得台积电 还是不能忽视 这个算是现在还是隐形的对手 这就像这个所谓的一些 动作片里面 如果你没有让它一枪毙命 让它流一口气 将来它爬起来之后 就有可能会伤害你 那再来我们看到台积电的 毛利率的部分 在第三季当时缴出 57.8%的高毛利率 市场经验 可是最近其实要留意的是 有三道逆风即将陆续袭来 第一道逆风就是电价调涨的问题 那在前年的部分 台积电它的电费 已经被调涨了15% 去年又调了17% 今年先调了25% 10月开始又调一次14% 所以三年以来 整个电费增长 累计超过了九成 将近翻倍增长 将近要翻倍了 是 那台积电财务长就刚刚才提到 这个电价的部分 估计会影响到它毛利率 一个百分点 那再来海外设厂的部分 美国总投资金额 650亿美元 日本的部分也投入200亿美元 那新厂开始上线之后 就要认列高额的折旧费用 所以这个部分 也同样估计会影响到毛利率 两到三个百分点 第三个部分 转移产线 那因为三奈米的需求 真的非常强 所以目前也开始陆续 把一些五奈米的产能 转到三奈米 但是因为先进制成的设备 越昂贵 而且在转移的部分 也会相关的一些费用成本 所以这个部分 也会估计影响到 一个百分点的毛利率 所以这样三个逆风加起来 可能会影响到台积电 四到五个百分点的毛利率 但是短线上面另外一件事情 今天外资的台子期空单 已经来到5.1万口历史新高 下个礼拜三是期货要结算 所以结算之前 台积电这个所谓的权王 会不会持续有被外资打压的压力 这个大家密切留意 好另外再请教我也聊 说台积电 其实他们在封装这一块 一直都是公勃应求 我现在也传说他们这个COVAX有可能会到 美国跟日本去设厂 而且接下来有可能涨价的幅度 是上看百分之二十 那么相关的这些概念股 有没有机会因此收回 是那除了先进制程 也到日本跟美国设厂之外 先进封装 因为实在是产能公勃应求 也渴望跟进 那基本上预计 今年底的时候 台积电COVAX的月产是三点二万片 明年有机会到年底的时候 是再暴增到八万片至十万片 所以就是不断的倍增成长 再加上价格的部分 三奈米要涨五% 那COVAX的部分 预计涨十%到二十% 所以整个台积电 其实目前的确是握有相当强的市场定价权 那我们可以看到COVAX相关的股票 当然今年涨涨跌跌过后 随着年终将至了 有一些所谓的集团作帐的题材 有可能搭配着COVAX 要涨价的议题 再次的发酵 包括G2C联盟 主要就是军豪 军华跟智盛 这三档股票 有一些交叉持股关系 另外所谓的万润联盟 他们并没有直接的所谓的持股交叉 而是来自于万润接到 很多的台积电COVAX的订单 那因为产能有限之下 陆续把这个代工地单 释放给惠特跟易发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以这个军豪来说的话 前三季的毛利率29.33% 大幅度的成长 那EPS也大幅度倍增来到一点六亿元 那重点是在于 他持有军华跟智盛的一个股权 合计的这个每股价值 就来到一百零三元 所以其实股价来讲的话 如果最近在技术面来看的话 其实上涨 你必须要留意到 因为这边已经是跌破季线 所以会有一定的压力 所以逢高不要去买红 去做追价 反而利用他如果有压回回撤 前波高点颈线附近位置 刚好也大概是落在 回撤这个所谓的 他的一个每股基本价值 一百零三元附近 我觉得就会有投资价值 那一发的部分 其实上半年就是正式的 油亏转盈了 那累计前十月份的一个营收部分 也开始出现显著的一个增长 那最近反倒是在技术面 还没有正式表态 呈现三角缩链整理 那我们就先停看听 如果能够出量做突破的话 再做一个所谓的顺势交易即可 好 刚刚文长到我们看到 虽然台积电股价在短线上 的确是面临一些 利空消息的一个压力 不过呢 在COAS目前还是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 其实在今天有部分的 这个相关概念股呢 股价表现倒是很抗跌的 现在美国积极在打压 中国的半导体的一个发展 请教委民又传出说 美国的众议院 他们接下来要点名的 要查就是这个矽光子 说威胁到他们的一个国安了 那么对台湾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 因为可能会有转单 我们要记住 只要中国跌倒 台湾就会吃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的美中科技战 他的战场是不断的在扩大 从原本的AI晶片 现在进一步的拓展到了 所谓的光通讯的领域 所以现在美国众议院 他们的这一个 所谓的中国特别事务委员会 他们为什么要去看中国的矽光子 到底有没有出问题 原因就是因为国家安全 我们在前一阵子 有观察到的是 中国目前已经说了 他们已经做到 能够在这个所谓的光学元件上面 把它整合到了机体电路上 也就是在现有的机体电路上面 开始有元件可以发光了 所以这个我们要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我们一直在讲的CPU CPU CPU指的是光学共同元件封装 也就是传统上面 我们的光收发模组 把它从原本的PCB版 移到晶片上面 距离更近了 传输速度更快 那下一步 我们希望在现有的晶片上面 把这些会发光的光学元件 给整合进去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技术 领先了美国 而且现在全球前十大 排名前十名的这个光通讯领域 中国的厂商就占了七家 所以美国一定会担心 那美国要担心的话怎么办 我们就来看看你有没有出问题 你有出问题 我就来封锁你 所以这样子的新闻 一传出来以后 那当然在供应链上面的话 台湾的光通讯厂 就有机会获得转单 因为中国不能做 那没关系 台湾来做 转单到台湾来 是的 那再来美股有一间公司 叫做AAOI 那AAOI它是一个 所谓的垂直整合 它从上游的光收发模组 一直到下游的光纤服务 其实都已经包起来了 它的股价在上礼拜五 单日大涨55% 美股没有涨停板限制 所以单日大涨55% 创了一个波段新高以后 其实就代表了 整个光通讯的产业 光通讯的类股 就有机会获得资金 重新轮动 再来我们也都知道了 AI的算力需求 其实是持续的在增加 所有的这些云端CSP大厂 都不断的在买伺服器 所以光通讯呢 代表它是一个未来 一个大概三到五年的周期 甚至更长的周期 都会持续进行的一个产业趋势 那么我们来看的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 第一个是4971的IETKY 为什么要介绍它 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跟大家讲 一个关键字 上礼拜五涨的AAOI 它的其中一个强项 就是所谓的用MBE技术 去做累金 什么叫做MBE技术 我们先讲IETKY 它在做的是三五族化合物 也就是呢 因为锡不会发光 你一定要在里面掺杂一些 其他的元素 它才会发光 所以它在做的就是 那个可以发光的 可以发光 对对对 累金的生产 那它做的MBE是什么呢 也就是所谓的分子数累金 那大家可以知道 前一阵子很标的标股 是像是联雅嘛 3081的联雅 它其实也是在做三五族的累金 可是它在做的是MOCVD 也就是有机化学 有机金属化学气象成绩 那现在MBE做的是分子数 它们各有优势 LCVD它是成本比较便宜 可是MBE它的精密度更好 所以AOI上礼拜五大涨55% IETKY在现在呢 沿着五日均线往上走 但股价还没创一个波段新高 那另外我们还看到的是 大户持股呢 在最近两个礼拜 其实是有所增加的 所以筹码跟现行 其实都不错 再搭配题材 那就有机会呢 往一个创高的新波段走 再来是4991的环宇KY 这张股票很多投资朋友 看不懂它在长什么 其实它在做的东西呢 跟这个AOI感觉也很像 一样是三五族的 这个所谓的半导体 那它在做的呢 我们要去做所谓的比较的话 一样要去跟联雅做比较 联雅在做的呢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光收发模组里面的 这个接收端 接收端 那它在做的是什么 发射端的累积 对 所以就是一个 方向不一样的累积 因此它的股价 它从四十块钱一路飙到了九十六块钱 当然以为我们目前观察 它的技术面没有问题 而且筹码面也是持续的在做增长 因此我们认为光通讯的产业 你要买低机器的 你就可以看这个 还没有创新高的 你要买最强势的 你就可以像看像 环宇KY这类型的股票 好 要再请到伟民 在这一波AI族群 还有机会吗 因为我们看到黄仁勋 他又开金口了 他就说呢 接下来的AI运算效能 会走上这个超级摩尔定律 那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老牌的AI厂 在股价经过了一阵子的 这个回档修正之后 其实他们基本面表现还不错 接下来还有机会吗 是 我认为AI的话 以目前股市 我们不敢说它是出身段 甚至我们有可能认为 它是在一个库存循环的尾身 但无论如何至少现阶段 我们还没有看到所谓的非理性繁荣 所以在还没有进入 非理性繁荣的情况之下 这些过去没有涨的股票 他们的评价相对便宜 代表后面就有落后补涨的空间 这些股票是什么 就是AI伺服器 而且在台湾就是ODM的组装厂 那黄仁勋指出什么 在未来十年 我们希望每年 这个GPU的运算效能 都可以提高两倍到三倍 也就是过去的所谓的摩尔定律 每隔几年 我们在同样的面积下面的电晶体 它就会翻倍成长 再接下来 它的这个超级摩尔定律 已经不再依赖电晶体数量的成长 而是依靠演算法 依靠这些所谓的通讯模组 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硬体设备 来去做提升他们的速度 所以在未来几年 这个AI伺服器的建制 我们必然还会看到它持续的成长 另外在川普2.0的时代 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优先 所以像是我们可以看到 鸿海 广达 伪创 合作 全部都要继续的充斥美国设厂 所以这一个美国设厂 当然就会带动了所谓的整个 不管是在美国的制造业也好 还是台湾的制造业 他们都能够持续成长 过去大家很觉得 这个股价很弱的 6669的微影 它是伪创的子公司 我们要知道 它在上礼拜公布了10月份的营收 创历史新高 年占率高达86.79 八成以上 没错 所以这个速度相当的快 而目前Amazon下面的AWS 也在持续发展 S型的伺服器 也不止GPU伺服器 所以我们目前预估 它第四季的营收 还能够计增19% 再创新高 以股价来讲 千张大户 已经在大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持续往上走 那么股价 准备要重新挑战年限 所以它的从波段低点涨幅上来 也涨了将近三成 可是以明年能够赚 一百八十块钱的公司来讲 它的股价估值也不算贵 再来三二三一的伪创 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 九十块钱就是地板价 为什么 因为二零二十年的EPS 是六块钱 你给它十五倍的本益比 再来我们看到二零二五年 EPS八块钱 我们一样给它十五倍的本益比 所以以目前股价一百二十块附近 似乎就是二零二五年的地板价 因此在股价经历了一个 将近一年的时间打底 而且筹码也是在最近两个月 持续增加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伪创还有高点可以期待 好 各位民众 我们看到是在AI的部分 我们再来关注是 中国大陆现在为了救世 他们是下了猛药了 就是要砸高达十兆人民币 要化解这个地方债的一个问题 而且我们要请教这个建讯 在北京的新措施 好像并没有带动他们的这个股市 包括港股在今天 还是下跌的一个格局 现在经济学人认为说 这个川普还要跟中国大陆摊牌 已经是迫在眉睫 甚至认为说呢 整个北京会陷入四低危机 整个中国大陆的救世的措施 在上礼拜五就出来 出台了之后呢 其实大家都不太买单 上礼拜五的这个相关指数都跌了 那今天礼拜一的这个港股 跌了大概1.5%左右 好 只有上证明想是红的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人家丢了10兆元人民币 这么多 10兆元就跌起来 这可能有半座101吧 我猜 但是如果不买单 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不买单 那在上礼拜五丢出来之后 这个NASDAQ叫中国金融指数 它这个ETF 把中国大陆的这个相关科技股 把它弄成一个ETF 就当天就中错了4.7% 什么阿里巴巴 拼多多 京东 全部都不好 那彭博他简单的讲说 你没有得到经验 没有什么内需 因为我们仔细来拆分的话 我们这个10兆人民币有没有 10兆人民币 其实它是这样子 它是有6兆 是我要给你借薪还救 就是6 它是24 25 26年 各2兆 让你去还这个利息 2兆 它等于是222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现在地方债有多少钱吗 有70亿 有70兆 对不起 有70兆这么多 所以70兆你一年 这样根本杯水车薪吗 你一年的这个利息 大概就是2兆左右 所以等于大家 刚好还利息 对 刚好还利息 刚好还利息 刚好让你把这个地方债 拖过这24 25 26 那另外4兆就是借薪还救 那4兆相对 70兆来讲就是 你讲的杯水车薪 但也有人会讲说 其实280 2008 090年的时候 有推出4兆相比 那时候绩效非常好 就让整个中国大陆股市 就整个起来 对啊 为什么那一次 那么有用啊 那个时候已经10兆人民币了 那个时候才4兆就有用 现在10兆丢到水里面 跟他解释一下基本背景 在经过2008 09年 那个不断Q1 在Q1的时候 所以经过那些年 这些资产已经膨胀了 大概5倍 6倍 10倍 所以现在的10兆 可能过去的1兆左右而已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过去的4兆 是直接拿去做基建 那这一次基建 0 刺激消费 0 就一般的民众会觉得 你只是把这个债的时间 拖到25年 26年而已 而没有真的想办法 解决这个本金啊 你只是让问题 都一直往后拖而已 你的本金都没有解决 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失望 那失望的原因怎么办呢 那就讲说 现在中国面临三个低的问题 第一个低是什么 债务 就是让地方债 第二个就是通货紧缩 第三个就是人口红利不见了 就大家生不如死 结婚对数越来越少 然后生了小孩当然也越来越少 那如今第四低就是川普 就是川普本身 那经济学员就认为说 北京的刺激力道 稍显不足 可是斐瑞你不觉得吗 这个地稍显不足 我觉得还蛮对的 就是你现在川普还没上任 你不知道川普上任之后 他要克50% 还是克60% 还是克70% 你这个时候如果底牌 都掀光了 所以不能在这个时候 就亮底牌了 那不就是川普给你看好 我已经看好答案了 我再出考题给你就挂了 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大陆的 这个财政政策 作为稍微保守一点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但是中国大陆下面 本身也还要面临说 这个科技战越打越烈 对 除了刚才讲的台积电 最近有传出说 这个好像七奈米以下的 中国大陆都不能出 那本人台积电本身 也没有做出太直接的回应 这是一个传闻 那可是真的有 真的事情是什么 这是美国的这个 中国特别委员会 他就把这个艾斯摩尔 东京威力科创跟印材 柯林跟柯磊 这些主要的设备商都说 你如何流向中国 你要把你的客户清单交出来 要提供中国客户的清单 所以我跟讲 这一招算厉害 因为之前美国打 中国大陆是打晶圆片 打晶片 就是把台积电这边先掐住 可是这一招是把整个设备商 都掐住了 这五大念起来 露露掌 他其实是讲一句话 就是他是全世界 百分之七十的设备商 就是这五家 他的市占率有这么大 完全不想让中国大陆 去发展AI 对 所以不管是 不管是这个耗材 还是设备 他等于全部要把 你这个全部都交出来 就都不让你去发展 这个最新的 七难民以下的科技 好 再请大家 中国大陆现在到底 经济有多差 从他们最新公布的 包括CPI还有PPI就看得出来 而且在今天 双十一购物节 感觉买气 好像也是比较低迷一点 好 我们先来看 这个中国公布的经济数据好了 PPI跟CPI CPI是零点三 就是物价消费 跟去年为增 这个数字 我觉得还免疫强强 但是PPI 就消费者物价 就是成本端 PPI是成本端 那CPI是消费端 那为什么这个在生产端 会年减2.9呢 就是你的产品 是没有人买 所以我在去生产 它的成本又越来越便宜 所以它是一个 有点通货紧缩的 一个疑虑 有点这种情况 那主要是大家就是 没有拿到钱 我就只好消费降级 所以有点这种情形 那北约你刚才讲的 双十一 其实我觉得台湾消费者 还蛮幸福的 百货周年庆 不是才九月十月才刚结束 大家刚冲完一波 刚冲完一波 那十一月就有双十一 双十一购物节 但是我觉得冲的 这个族群不太一样 九月十月比较像贵妇 那这个比较像小吃竹 那拇指姑娘跟食指姑娘 点一点 货就有了 就是全部点一排 只有这两个不要 其他都来我家 但是今年的双十一 看起来好像买气变很冷 甚至更夸张的是 取消大型的狂欢晚会 以前不是都有一个大大的荧幕 然后大家好像在那边唱演唱会 然后看一下这个销售成绩有多亮点 数字就一直跳 一个小时就几千一张跳 但今年看起来都没有这种情形 而且大业刊事 有点检讨声音出来了 为什么呢 就想说毛利没有低于 毛利率没有三十%的人 就不要参加了 因为双十一大家都在打折 那打折你看 有一个满三百减五十 这个不就是大概打了八折 然后再九折 就是减完五十你要再九折 再加上运费 所以这些你毛利率如果没有三十% 根本顶不住 对没有这样根本没有办法 就是赔钱 所以所以业者自己也会想说 我花了大钱去做双十一 结果毛利率一直往下掉 毛利率没有三成的产品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来上来 所以今年的双十一看起来 确实是比较淡一点的情形 这反映了目前消费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 在总金不好 法拍就好了 阿里资产的法拍 现在大家很多人剪片一剪什么 珠宝 钻石 铭表 从这里买 就是可以剪到便宜 对对对 甚至连铁矿 这个矿权都有 超过五万件被查封 没有错 那甚至我想说 房子跟冲架是一样 因为有一个 这会不会形容太夸张 来十二坪 两房一厅在山东看大海 结果十一元人民币就成交 真的十一块钱人民币 台币五十元有照 虽然我觉得 这可能有点非常微交 有可能是广告 广告的这个费用 但是这种 房价如冲的时代 那最后就讲说 这个最近的中国大陆的八点党 就是这个西北岁月 有点看起来是帮 这个习近平要解套 如果经济不好 那你是更正苗红 那你虽然你不好 但是你的正统 还是有这个统统之性 那巩固权力的意味很浓厚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这个平面周刊 独家揭露 其实外商 他们现在是投资率 结果遭到勒索了 政府现在是要向绿店蟑螂 来全面开战 那么对台湾的影响 我们稍后来了解 过来再见 谢谢 谢谢 这么个月 这是实际上 看着 ytt